首先来关注朝鲜半岛 自韩美中一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来 朝鲜方面有别于往常保持相对平缓的状态 然而三天之后 也就是在周四的傍晚 据新华社援引韩国媒体的报道 朝鲜朝东北方向海域发射了四枚一四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物 韩国方面立即加强监视 有分析认为这和韩美军演有直接的关系 新华社援引韩脸社报道称 韩国国防部官员周四表示 下午五点四十二分在江源道旗干岭一带 朝鲜朝东北方向海域发射了四枚一四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物 报道称这些飞行物的射程在两百公里以上 韩国方面也以加强对朝鲜的监视并保持应对态势 韩方认为朝鲜发射的可能是非毛腿弹道导弹 但也有可能是新型地对舰导弹KN-02的改良版 或是口径在三百毫米以上的新型多管火箭发射器 到底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韩国军方人士分析 朝鲜很可能是为了应对韩美进行联合军演 关键决断而试射导弹 从本周一起 韩美代号为关键决断和要因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正式启动 此前有观察指出 由于最近的半岛局势趋于缓和 今年军演刻意低调进行 而朝鲜方面的回应也出乎意料的低调 和去年当天就进入戒备状态 并严厉警告称 演习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为不同 然而三天后朝鲜突发导弹 韩国这种报道 现在还有待证实 不过从某种角度来看 朝鲜的短程导弹的技术是成熟的 现在它进行这种发射活动 有可能是一种训练活动 也就是一种军事训练 但是从政治上来讲 很有可能是向韩美军演进行某种示威 表示自己的不满 整个的目前朝鲜外交大局的追求来看 朝鲜不太可能采取其他的 具有这种冒险性的一些举动 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